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有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现在在中国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一个轰动和争议的一个出租声杀人埋尸的这个案件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案件 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郭文贵被捕一周年之后 现在美国追溯的名单进一步扩大 居传现在包括了现在在西班牙的郝海东 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一会儿也来讨论一下 首先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说一下我这个发型 这个发型最近我经常戴假饭 我看到有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很喜欢我这款假发 这款假发呢它是比较这个修容 比较减零确实是特别特别的好啊 而且还特别自然 那么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呢就问我这个假发的情况啊 那么我现在呢就用最快的速度来简单的说一下啊 大家看到我这款假发呢我一开始戴的时候呢其实并不好看啊 不好看就在于呢就是这个头顶啊还有反正就是这个整理方面呢没有整理好 当时并不好看后来呢我就戴一顶帽子啊 我先是戴了一个棒球帽啊后来呢又戴一个毛线帽 那我戴那个棒球帽的其实挺好看的 但是呢戴棒球帽不适合于录视频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帽檐它会挡着光啊 那就不适合于戴棒球帽 我后来呢又戴一个毛线帽啊 那个毛线帽是蛮好看的 有的网友说呢哎呀别戴着毛线帽了 这个毛线帽呢就好像是这个款式就跟以前的媒婆戴的似的啊 这个东西你不要看谁戴过 你脑子不要想哎这款帽子的媒婆戴过啊 你要看我戴和媒婆戴会不一样 对不对啊我戴就超级漂亮啊 媒婆戴呢是因为媒婆丑 所以啊他就显得那个帽子不好看 其实不是帽子不好看啊 漂亮的人就戴什么都好看了啊 那么这两款帽子呢其实都好看 为什么我现在又不戴帽子呢 因为那个毛线帽呢马上就热了呀 热了也不能戴那个毛线帽了 那我就开始呢下功夫研究如何来整理这款发型啊 终于让我给研究透了 哎我上一次做视频的时候把帽子摘了以后呢 哎仍然很好看啊 今天我又试了另外的一种整理方式 仍然是非常漂亮啊 那么有网友朋友问说呢你这款假发啊 肯定是假发了 但是这个发丝是真发吗不是 不是啊它不是真发 真发呀要比这个假的材料呢要贵很多很多 像正常的假发啊如果是真发丝的话呢应该是挺贵的啊 我这个不是啊你也可以去买那种真发丝 真发丝确实是更自然一些啊 然后呢有网友就问说你在哪买的啊 这样的假发呀在哪都能买到 我呢是在国外的平台上买的了啊 在哪个平台我就忘了 有很多的平台对不对 网上购物平台 但是呢我是从不管是哪个平台啊 都是来自于中国的商家 那么我也查了一下在国内的各个电商平台啊 也都有这款假发这都是中国生产的啊 都有那么在价格方面 如果你方便在中国买的话呢 那要便宜很多很多了啊 你自己可以去查一下 好关于假发呢我就说这么多啊 然后我们来说河北省寒南市啊 这次初中生人杀人案的这个案件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案件啊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啊 它这事情经过呢按时间顺序啊 是这样的一个梳理啊 3月10日的时候啊 据这个受害人的姑姑啊 王女士在网上介绍啊 说是3月10号下午1点的时候呢 这个受害人小光啊 这是一个匿名啊 我们不知道它的真名叫什么 小光啊 他就告诉他的家人啊 说他会外出和同学一块出去游玩 但是呢到4点左右 家人就发现呢 受害人手机啊无法拨通了啊 而且呢一直处于一个关机状态 因此呢受害人的家人就于当天下午5点啊 开始就寻找这个受害人 受害人家属呢 首先是来到了嫌疑人张某 这也是一个画名啊 就向他询问啊 张某呢先是说表示啊 并未见过受害人 而后又改口称呢 曾在一起啊 并与另外一个人家中玩耍 后受害人与另一位小矮个儿前往了别的地方 那么3月10日的晚间呢 家属啊因为无法找到受害人啊 于晚上10点就选择报案了啊 警方呢通过调取附近的监控就发现 3月10日下午3点多 小光与三名嫌疑人在一起 并且呢他还坐在张某的电动车的后座上 3月10日晚间到3月11日凌晨呢 警方就对三名嫌疑人进行了询问 但是三人均表示啊 不再见到过这个受害人 现在呢网上大家啊 普遍的对这三位行为人啊 他们的行为能力呢 就表示了这个质疑啊 因为他们三个人呢 都不超过14岁啊 大家就觉得呢 不超过14岁 应该不应该负这个刑事责任啊 我们说啊 他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呢 是因为他的认知能力有限啊 可是这三位嫌疑人啊 他们的心理是相当相当的强大呀 当家人以及警察 向他们询问的时候啊 他们面不改色心不跳啊 跟着玩游戏玩的啊 就跟着没事人一样啊 他这个心理素质是相当的强大呀 有很多大人都做不到这一点啊 好我们接着来看啊 3月11日的凌晨 受害人的父亲王先生 在补办受害人手机卡以后呢 重新登录了受害人的微信账号 并且发现受害人呢 曾经进行过微信转账 将该信息告知警方以后呢 警方再次对嫌疑人进行盘问 同日邯郸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发布公开的寻人启示 其内容就称 3月10日下午1点多 小光去找同学玩 随后被一名年龄相访 但不是同学的人带走 警方第二次盘问过程中 在监控视频和转账记录的证据下啊 有犯罪嫌疑人推翻先前口供供 并交代了案发经过 透露埋尸地点 随后呢 受害人家属收到了 肥乡区公安局的立案告知书 案由是故意杀人 警方在得知埋尸地点以后 于当日开始遗体挖掘工作 并在当地北营村南的废弃蔬菜大棚内 挖出来了受害人的遗体 受害人舅舅参与了遗体的辩认 为什么是受害人舅舅呢 据说他们当地啊 一般的来说呢 青壮年人都出外打工 然后呢 说这些嫌疑人啊 以及这个被害人 他们都属于那个留守儿童 你知道留守儿童吗 留守儿童呢 就是父母在外打工 然后呢 这孩子由爷爷奶奶 或者是外婆外公带大的 这样的孩子啊 叫留守儿童 另外呢 就是啊 你看警方很快啊 由这个失踪案件 就立案为故意杀人啊 我们再对比一下啊 之前的时候 那位失踪 最后呢 发现是自杀的那位青少年 叫什么来着 那个名字我就忘了 大家知道我只是指谁了啊 当时呢 闹得社会上沸沸扬扬的 就是警方呢 一直拒绝立这个刑事案件啊 那么有些个律师呢 就搞事啊 就挑动家属啊 或者是呢 以家属的名义啊 我现在就觉得 好像是他们以家属的名义啊 在社会上搞事啊 就是来挑动社会呢 对公安机关拒绝立案的 敌意的思想状态啊 挑起这种敌意的舆论 当时呢 闹得沸沸扬扬啊 好像公安机关不立案呢 就是不为民做主啊 我们从这个案件来看啊 当天或者第二天迅速的啊 就立了故意杀人啊 这还是未成年人 对不对 就说明公安机关呢 他是有他的工作程序的 你得有证据指向是谁 然后呢 你才能立故意杀人啊 对不对 上回的那个呢 到了也证明人家学校就是无辜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广大的网友啊 或者是广大的民众来说呢 一定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啊 要去相信中国政府 相信中国警方 不要受网上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的挑动啊 我们接着来看啊 3月13日的时候呢 邯南警方正式以故意杀人罪刑事拘留 3名嫌疑人 据信啊 3名犯罪嫌疑人呢 均已满12周岁 但是呢 未满14周岁 河北省公安厅 盘单式公安局已经派出法治部门专业人员赴肥香指导侦办此案 那么到3月18日也就是今天凌晨呢 遇害者的遗体已经进行了尸检啊 遇害者的父亲和律师全程见证了尸检经过 但是呢 我现在看到一个最新的情节啊 说是在整个的尸检的过程当中呢 说对他那个埋尸的那个坑啊 进行了复刻 在对这个坑啊 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遇害者 小光的父亲啊 他是一个成年人了啊 他还跳到这个坑里面啊 就来进行就是挖掘呀 还有他的身高进行对比啊 进行这种复盘的试验 就发现觉得说 三个未成年人挖这么一个坑啊 好像是有一定的难度 现在就怀疑呢 有成年人的参与啊 那么经过前面的这个时间线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犯罪过程呢 他是这样的啊 根据当前警方调查以及受害人家属的证言啊 三名嫌疑人先是使用受害人的手机通过微信 将其账户余额内的191元人民币 转至其中一人的账户内啊 而后呢 其中二人留下看守受害人 一人返回家中取得了铁锹 之后呢 三名嫌疑人使用铁锹 对受害人进行殴打 造成了多处致命伤 随后选择了埋尸 将受害人埋入了肥乡区 北高镇张庄村南边的一个废弃蔬菜大棚之内啊 据描述呢 说这个坑呢 深约一米 长约一米 宽60厘米 该地离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家呢 只有大约100米的距离啊 埋尸完成以后呢 三名嫌疑人将受害人的手机丢弃到附近的沼泽当中 销毁证据 那么这个案件有哪一些争议以及焦点呢 第一就是嫌疑人 他蓄意的误导了受害人的家属啊 根据受害人的姑姑王女士的证词啊 受害人家属曾经在案发当日就找到了 后被认定为协议人的张某询问受害人的下落 而嫌疑人呢 先是拒绝承认其曾经与受害人见面 并且呢 其与家属见面的时候 扔在家里床上躺着打游戏 如同没事人一样啊 在出现了监控证据以后呢 又改口称受害人 与一位捏造的小矮个儿离开啊 蓄意的误导受害人家属与警方调查方向 此外呢 在警方对三名嫌疑人与案发当天的谈问当中 三人均拒绝交代真实情况 并且异口同声的认定张某所捏造的虚假情况 隔日依旧照常上学啊 第二方面呢 就是嫌疑人家属拒绝配合 根据这个受害人姑姑王女士的证词啊 在案发当晚 警方根据监控证据 前往嫌疑人张某家进行询问的时候 对方家属也不想让他们来问孩子 他把孩子吓到围有 拒绝配合警方调查 直到当地的村支书上门调解 警方与受害人家属才得以进行问询 案发以后 据王女士说明 嫌疑人家属们至今并未出面致歉 并且呢 其中两户人家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第三个正义的焦点呢 就是是否存在着更多的嫌疑人或者共犯啊 案发以后呢 受害人的家属于律师团队 抵达了涉案的蔬菜大棚啊 也就是埋尸地点 进行了挖坑复刻实验啊 以验证 仅听三名均为未成年人的嫌疑人 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埋尸行为 根据现场反馈 律师团队验证认为啊 大棚内土地已经硬化 对于挖掘像涉案一米深的埋尸坑 至少两个小时挖不完 并且验证是由成年人进行 故产生了凶手家属 是否曾经参与犯罪的疑点 此外呢 一名来自附近的村民啊 同样在当地进行了复刻实验 该村民身高约一米八 体型偏壮 在不间断的挖掘六个小时以后 才勉强挖掘出来了一个一米深的土坑 其发布视频称 三名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 在两到三小时的推定作案时间内 完成挖坑并埋尸的行为 近乎是不可能 关于这一点啊 我作为一个女士来说啊 我也没有这个挖坑的经验啊 我也不知道挖一个 就这样的一个啊 长一米 宽六十厘米 深一米 这么一个坑啊 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说真的 一个村民啊 一米八的大个儿 他如果是不间断的挖掘 用了六个小时的话呢 那么这三个未成年人挖这么一个坑 用两到三个小时确实是令人难以思议啊 但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三个协议人呢 他们的个头有多大啊 我看到了个照片啊 其中这一个个头很小 一个呢 好像个头挺大的 但是呢 那个照片看起来 那个个头大的是离镜头比较近啊 现在我不知道他们的个子有多高 反正不管怎么说 像这方面的因素呢 警方一定会考虑在内啊 那么我现在要讨论的呢 就是关于这个法律问题了 就是关于他们是不满14周岁的这样一个未成年人啊 他的犯罪的法律责任问题啊 因为他这个事件是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啊 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问题啊 案件当中呢 因为三名嫌疑人啊 都已经满12周岁 但是呢 未满14周岁啊 就引发了公众啊 关于三名嫌疑人 是否应当适用成年人 进行故意杀人以后 一般所被适用的死刑的讨论啊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修正案啊 第十一修正案的规定啊 以满12周岁 不满14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 故意伤害罪的 致人死亡 或者以特别残忍的手段 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残疾 情节恶劣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追诉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 请注意这里面的条件啊 第一 这个事实方面呢 是致人死亡 或者 以特别残忍的手段 致人重伤 造成严重的残疾的 那么后面的没死的那个呢 我们就不说了啊 那致人死亡这个呢 很显然是符合这个条件了啊 该案呢 已经是致人死亡 而且呢 他们的手段呢 非常的残忍啊 现在网上呢 据传呢 进行尸检的时候 发现啊 这个死亡者 他的鼻子里面 以及肺里面都有土 我看到网上的信息呢 也不排除 是有的人造的谣啊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这说明什么呀 就说明 这个孩子 被埋的时候 还没有死 他还在进行呼吸 土呢 才会 进入他的鼻子 进入他的气管 进入他的肺里啊 对不对 如果他已经死了的话呢 他也有可能会进入他鼻子 但是进入鼻子也仅是很浅的一个位置 他不可能进入到气管 更不可能进入他的肺里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情节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手段是相当相当的残忍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事实条件啊 第二个就是呢 就是符合了这事实条件以后呢 还要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如果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话呢 应当负刑事责任啊 关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啊 应该不应该核准这个事情啊 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啊 他们都有最后定论的这个权利啊 基层的是没有的 所以呢 这个法律是给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个权利 由他来进行最后的决断 那么现在社会上讨论的就是啊 那么不满14周岁的人呢 他是原则上啊 不负刑事责任 那么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啊 才要负刑事责任 这是一方面 他要不要服务刑事责任 第二方面呢 适用不适用死刑 现在就是中国社会各界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那么北京生范大学法学院的 这副教授啊 宋明月他表示说 涉及到已满12周岁 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啊 需要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 方能进入刑事司法程序 那么进入刑事司法程序以后呢 由法院经过审判定罪量刑啊 最后的量刑当然还是由法院来决定啊 因为未成年人不适用于死刑的啊 构成重罪和情节恶励的最高刑罚呢 呢是无期徒刑啊 就是说呢 反是他未成年人 你还别说他没满14周岁了啊 就只要是他没满18周岁 中国现在呢 成年人的年龄18周岁啊 假如说他差一天18周岁呢 你都不能判他死刑 顶多是判他无期徒刑 是这样的 但是呢 这个案件 这仨人啊 情节相当的严重啊 社会反响非常强烈 很多人就觉得说呢 应该判他们死刑 尽管他不满14周岁 应该判他们死刑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们有很强的这种心理素质 他和那种呢 意识不清啊 认识事情啊 非常肤浅啊 非常的幼稚啊 那些未成年的人 他不一样 他相当的成熟啊 他成熟到我前面都说了啊 泰然自若 警方去找他 还跟那打游戏啊 就好像没事人似的 像这样的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而且不足以消除 对社会的这种危害的潜力啊 像这样的三个孩子 如果你不判他死刑 将来没准这三个孩子 还会造成其他人的死亡 你不是搞法律 你可能不知道啊 实际上呢 在世界上 法律界呢 其实有一个原则的啊 这不是中国了 这是英国啊 它有一个原则 它的原则呢 就是恶意 补足年龄的原则啊 就是说呢 你年龄是不够 但是呢 你恶意是特别的充足的 你是充满了恶意 你是有充分的这个脑力意识能力的 如果说你的恶意满满啊 你有充分的理智 有充分的心理素质的话呢 那么虽然年龄不足 这个恶意也可以补足这年龄 就当你是成年人啊 就关于克服这个年龄的刻板限制的这件事情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不久之前 美国曾经也试用过 大家还记得美国在去年或者前年的时候 有一个啊 幼儿园刚毕业啊 刚上一年级的一个小孩才六岁 还记得吗 他拿着枪把老师打了 那么当时美国的警方呢 就关于是不是拘留这个六岁的孩子的这个问题上呢 他们应该也是做了充分的分析和考证啊 然后决定拘留了这个六岁的孩子 这个事情呢 在全世界就挺轰动的 美国拘留了一个六岁的孩子 他们就是认为啊 虽然这个小孩只有六岁 当时根据他的那个经过啊 他的心理年龄 其实都不止六岁 他的这个体量啊 也不止六岁 我不知道美国的警方是不是这么一个分析过程啊 但是呢 美国的警方到最后 是对一个六岁的孩子 实行的这个拘留 并且呢 在拘留所关了两天 美国的法律界呢 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 全世界的法律界也没有对这件事情提出质疑 我想呢 他们的原理呢 就是他是呢 根据他的这个心理素质来进行灵活运用的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方面的内容啊 第二方面的内容就是这个光贵啊 光贵这个事呢 我就看到啊 他们这个小蚂蚁们啊 现在就在美国光贵的监狱外面在那抗议示威啊 拉着横幅 拉着大标语啊 要求释放光贵啊 说光贵呢 三月十五日 被捕一周年的纪念日啊 要求释放他 但是美国能释放他 不会啊 在这一年过程当中呢 光贵提出来取报候审呢 已经提出来好几次啊 每一次呢 都被拒绝了 所以啊 光贵是不可能被释放的 是不可能的 取报候审 美国的法院都不同意啊 同时呢 我看到说呢 就光贵啊 因为他是属于一个诈骗啊 那这件事情呢 就他一个人 他成行不了 他是一个团队犯罪啊 现在王彦平也已经是在监狱里了 对吧 那么除了他 除了王彦平以外呢 还有其他的一个犯罪团伙名单啊 现在传出来说 这个名单呢 现在美国政府呢 又进一步的扩大化了 这里面就包括了一个名人 就是郝海东啊 我不知道包括不包括他老婆啊 叶昭影 反正是呢 据说啊 我没有看到美国政府的名单 也不可能有美国的政府名单公布出来 那也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那么说这个名单呢 现在啊 已经是越来越长了 这是其中的还包括郝海东 那么我们就想到 郝海东也不在美国呀 郝海东是在西班牙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美国如果真的要追究郝海东的共犯的这个责任的话呢 那什么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向西班牙提出来引渡郝海东啊 那就是美国要追究这个郝海东的责任了 那么我们又去核实啊 应该是西班牙和美国之间有引渡协议了 如果说美国要求西班牙引渡郝海东的话 他是办得到的 那么对于郝海东来说呢 现在啊 应该趁机赶紧就逃跑 那逃到哪去啊 按说啊 他应该逃到中国比较安全啊 因为中国和美国是没有引渡协议的 但是郝海东是一个反贼啊 郝海东是郝文贵成立的那个什么什么国的那个副总统 对吧 他是一个副总统啊 他怎么可能跑到中国去呢 而且呢 他和这个郝文贵狼狈为奸啊 做了不少符合中国反分裂法的那些事啊 如果他回中国的话呢 他也逃脱不了进监狱的这个后果 对吧 所以这郝海东现在是不是应该是后悔不已啊 上了郝文贵这个贼船 啊 没有想到吗 应该是能想到 对不对 就是脑子不好使吧 对不对 那么之前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我曾经做视频说啊 就是这个郝海东呢 他手里有钱了啊 那么他一开始啊 怎么联系到郝文贵啊 咱们不知道啊 他和郝文贵认识以后呢 郝文贵也骗了郝海东的钱啊 郝海东的钱也投到郝文贵那里头 后来他还管那个郝文贵要他的钱呢 要他的钱呢 郝文贵不给对吧 后来他可能就是越陷越深啊 之前的时候我还曾经做过一个视频 我说这个郝海东啊 一辈子积蓄啊 打了水漂了啊 现在是后悔不已啊 现在他真的是啊 如果他当时就认了这笔钱我不要了 不要越陷越深的话呢 他还没事啊 结果呢 他被这个郝文贵拉入了他这个犯罪团伙 越陷越深啊 现在很有可能人才两空啊 到监狱里面和郝文贵作伴去啊 我就是想说郝海东凉头子现在啊 肠子的毁清成什么样啊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